好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UML类图 这一节我们讲了什么东西 总结之前呢 我提一个建议 就是我建议大家 不管是在业余还是在实际工作中 还是在学习或者说做毕业设计的时候 在代码开发之前 或者说在多人合作讨论之前 大家都应该先画好自己的UML类图 就是你这个程序到底要怎么写 代码到底要怎么写 你在写之前肯定是自己心有成竹 对吧 心知肚明的 那你就把你的想法真正的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让大家去一块去看一下 比如说两个人一块合作 三个人一块合作 你把你的这个类图画出来 他把他的类图画出来 第三个人把第三个类图画出来 这样的话你们一块拼接 看看是能不能合起来 对吧 如果说这一步都弄不起来 那你们以后直接写的码 那肯定是不行 所以说存在即合理嘛 就UML类图作为面向对象的 一个最基本的知识 它肯定是要应用起来 对吧 要应用起来 不能说我们为了学而学 首先我们讲类图的时候呢 我们清楚的知道了 这个类图怎么画 分为三部分 当时我们说的是 一列三行的表格 第一行是类图的名字 第二行是属性 第三行是方法 然后是关系 关系我们是讲了这个 泛画和这个关联 其他的关系呢 我们暂时都没有讲 如果有效应用呢 我们再单独来说 首先这两个是应用最广泛的 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关系 然后再是实力演示 大家想想 特别是我们最后一个例子 讲泛画和关联的时候 这个例子也把之前画 类图的这个画法也都讲出来了 大家想一下当时是怎么画的 你如果不熟呢 我建议你还是在 不要看任何参考 自己默写着画一遍 如果是能默写着画一遍 并且把代码写出来 那基本上你掌握的就差不多了 后码学习设计模式 会继续画UML类图 就是UML类图 我们现在学完了之后 不是说学完就结束了 如果现在学完就结束了 那我们真的是为了学而学 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学的目的呢 第一个是他真的需要去掌握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 以后学习设计模式的时候 每个设计模式 我们一开始都会 先把这个设计模式的UML类图 分析一遍 并且我带着大家去画一遍 就是先从图开始 然后再由图转到代码中 然后由代码咱们去 在理解设设计模式的这个 之后呢 我们再反对到图中来 总之这个设计模式 在讲解 是离不开UML类图的 好 那本节又结束了 本节讲UML类图 讲到这儿之后呢 这个面向对象 这一章也就结束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些 面向对象 我们都讲了什么 大家回顾一下 都讲了什么 第一个呢 我们是讲了大家开玩环境 因为我们当时说 面向对象这个东西呢 我们肯定是 不能老是拿概念来说 老是背概念 对吧 老是用文字的性的东西 在智商谈兵 我们得真正把代码写起来 所以说我们先把开玩环境 搭起来 也是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下 这个ES6的这个 开玩环境 怎么去搭 如果是你以后用的 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然后它包括呢 这个NPM的处置化 以及Webpack和Webpack DEV Server 就是本地服务嘛 以及这个BuyPort 去解析ESU这些配置 当时也是花了两小节的时间来讲 然后中间大部分内容 我们讲了面向对象的概念 三要素 应用举例和意义 大家想一下 概念当时我们是讲了 面向对象肯定要有类 对吧 类里面有属性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类呢 来拗出好多个实例 然后呢 接下来讲三要素 三要素呢 我们讲了继承 封装和多态 继承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那个类的 公共的一些方法都抽出来 然后让大家都继承它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代码的冗余 成功的增加服用 然后封装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性 把那个属性给它变成私有的 但是很遗憾 ES6和GS中 还没有这种语法来支持 但是你要了解 然后多态 多态就是讲的一个接口 可以实现多个不同的实现 当然这个应用比较少 这也即可 然后应用举例 我们当时是举了 gQuery的一个例子 gQuery它本身就是个 构造函数 它就是一个class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class 来传入这个选择器 来生成好多个 gQuery的实例 当时我们也是 拿代码演示了 然后意义呢 最重要的就是 面向对象 它其实本身是 把成型中的数据 给结构化了 对吧 结构化之后呢 就变得抽象 变得简单了 再接下来就是UML类图 就是我们刚刚讲完的 UML类图 包括类图 包括关系 包括实例 大家最主要的就是 想一下 最后那个实例 到底是怎么来演示 怎么来画的 如果是 现在不是很清楚 我建议你再重新画一遍